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姚 我們現在要來打肅琴的祭祀弦鷹 這個是神龍的地獄集 那他已經是出第二次了齁 我們就用比較現代一點點的隊伍來打他好了 我用的是雙阿爾縫斯 那看到兩個空格知道代表什麼嗎 就是剩下兩個空格你不管要塞什麼都OK 不管你要塞機械塞人都可以 能過就好了好不好 好第一關這邊是越攻越強 然後不能消木珠齁 這邊我們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洗技能 那因為雙阿爾縫斯是有65%的減傷的 所以洗技能洗起來 可以說是得心應手游刃有餘好不好 接著我們就只要等老師跳起來 這邊一樣把木珠先削乾淨 好老師跳 老師跳我們就可以進關啦 就是看到老師跳就是一個指標好不好 好那這邊記得光星一起消 攻擊力會比較高 好OK 接著第二關他是突擊 然後轉珠會減少2秒 3回合 然後6康以上才可以造成傷害 那一樣這邊我們就不用理他 我們就是直接一個平轉 好這樣子就帶走 OK接著來到我們第三關 第三關 這邊的話是消心扣血 那消一顆扣10%所以要消10顆 這邊我們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把三屬的珠子稍微綠的乾淨一點點 我們盡量留光暗下來 理想狀態進關是阿爾蓬斯要跳啦 就是直接合體不用多這一回合 不過既然 他沒有跳我們就是等一回合也沒有關係 好那這邊的話就是盡全力去轉拉 你要把光暗珠都多消一點 新珠可以的話也就多消一點這樣子 這樣子全消好了 那因為這個隊伍技合體之後就改變了 所以你消光暗他就會掉星下來 所以這一關10顆星對這隊來說是完全可以不用擔心的 好接下來這一關有兩個解法 第一個解法 第一個解法就是開阿爾蓬斯 那第二個解法就是把老師關掉 炸板 我覺得這邊的版面看起來是還蠻漂亮的 應該是可以 好 我們直接轉一個版好了 我們直接轉木跟光 我們就不把老師關掉了 這版應該是可以 好 這邊的話可以看到版面是相當的漂亮 我們這邊就是這樣子 這樣就全消到了 好OK 接著很快來到第四關了 第四關 第四關這邊是兩隻小怪阿 那一隻紅燈蹄 一隻是打你會轉木 不過這邊的話其實 你要洗技能可以啦 但我覺得是不用 對不用 你沒有聽錯 這一隊雖然只有四張卡 但是我覺得 不用洗技能就直接帶走就好了 我好像沒消心是不是 記得光心一起消到 傷害會比較高 剛天降有消到心 好 接著來到第五關非常快速 好 第五關這邊的話 我們做一個簡單的動作 對又是簡單的動作 把老師關掉 然後老師再打開 本來就是進關會先突擊你 然後 然後 四顆水珠風化 那大於七康才有傷害 好這邊一樣 我們就 就也是平轉就好了啦 然後水珠去把它消掉 這樣子 應該有七康了啦 就算沒有天降也會下來 所以不用擔心 好 OK 帶走 好 來到王關了 王關 王關 這邊有超級技能重置 然後注意不要消到木 就是注意不要消到 木珠 應該就一切妥妥的了啦 我們這邊就是 做一個簡單的疊珠 好 這樣子 好 OK 第一條血帶走 接著第二條血是 木拼圖 然後不能手消木 你把它轉鼠 就變成別鼠的拼圖 假設你轉火 就變火拼 轉暗變暗拼 這樣 好 那一樣 我們帶的龍客 是非常非常無恥的初音龍客 直接無視拼圖好不好 所以我們這邊 就是 直接一個轉 沒有再跟你囉嗦 轉 就對了 然後 記得不要消到木珠 嘿 對 你要消什麼都 隨意 啊 不要消到木珠 安捏 好 接著我們就是把龍客打開 好 啊 一樣這個龍客 非常辣眼睛 你如果覺得不行了 你要快轉了 趕快快轉一下 因為我打這個龍客 實在真的是 打完了 然後行動值也剛好滿了 那就是全力吹過去 完全 待救火 謝謝大家的觀賞 祝大家也都順利臨時通關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 大家掰掰